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华一脸不解的样子 那便算是家吧 东华记得小时候 他认了一个一夫一母 其实是他甚自认的吧 他们不过是吃了他几顿饭 后来他因为天生银发被欺负 便一路打出来 也基本多在战场奔波 很少在这里住 家这个字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凤九转身 看到他很是茫然 有些心疼 虽然与他比自己小了点 但还是学着他的样子抱着他 以后我们住这里吧 我们的家这么漂亮 不住太浪费了 这个姿势他确实不大舒服 便还住东华的脖子 说 这里好像什么树都有 我们可以在这里种点其他的吗 东华嘴角微微上扬 问道 你想种什么 那要看你想吃什么了 我什么都会做 不过按我的喜好要种梨树 再种点柚子 葡萄也要有 你想种什么 东华略微思考了一下 我不大挑食 按你的喜好来吧 凤九挽住东华的胳膊 靠在他肩上 以后我给你做好吃的 葡萄虾你有没有吃过 还有柚子石斑鱼 这些我都很拿手 你做的都好吃 东华情不自禁将他抱进怀里 闻上额尖凤尾花 你最疼我了 两人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石殿 凤九拉着东华摆这个空荡的建筑 前前后后看了个遍 首五足导跟他讲述该天这些什么 怎么让这里变成他们的家 然后凤九突然想起了什么 闻拍了自己脑门一下 东华赶紧去帮他揉 这是做什么呢 都红了 东华 把他忘了 凤九只得指自己的肚子 小狐狸仔子啊 小孩子喜欢玩 还得再给他安排一下 而且他住哪个房间呢 你说 东华手下还帮凤九揉着额头 他至少要三年后才出来 帮他想那么早干什么 等他出来再想就来不及了 还有青秋 也得再给他盖建筑屋 你说我们盖几间好 是多盖几间备着 还是暂时先盖三间 东华没想明白三间是哪三间 问凤九道 何来三间 就你一间我一间 小狐狸仔子一间啊 我跟你不住一间 东华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凤九 他媳妇是白娶的 我是觉得万一我们吵架 你总不能睡到外面去 你的那间平日也可以做书房 不必 我就看个佛经 用不到书房 而且我们还在避海苍灵 青秋的事情回青秋再说 好吧 那我们再来考虑一下 该给小狐狸仔子背什么东西 我觉得凤九话还没说完 东华扣住他的腰 按进自己怀里 说 我觉得你该先考虑一下 小狐狸仔子的爹 凤九看东华这个样子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明明昨天夜里做了一夜 凤九如今可不想再来一次 你想都不要想 当然 东华若是想 凤九不想也得想 东华太了解他 碰拍马里他会软了身子 会说不出话 会颤抖 会流泪 他只需聊拨几下 凤九便心甘情愿了 后来的几天 凤九都赖在床上起不来 碧海苍灵就他两个 他也只能认东华为所欲为 直到众灵带着人来布置婚礼 拍着浑浑噩噩的生活才算结束 后面几天他在碧海苍灵玩得倒也开心 东华陪着他 直至大婚两个人也过了几天神仙圈里的生活 说起此次婚宴比之前谢日子 天族太子叶华与清秋白浅上神的婚宴还要盛大 而这八荒六合竟不知东华帝君 也是个如此喜好排场之人 听说帝君命碧海苍灵万只灵鸟 自入口处到成婚礼台排成两列飞舞 做迎宾贺喜之用 为了晚间照明准备了千颗夜明珠 婚宴露天摆在上古时期 东华帝君在碧海苍灵的练舞场听平台 甚至在了个幻境 凡是婚宴所涵盖之处 皆有佛灵花半飘落 帝后的婚服则更是贵重 同帝君一样的紫色华服 千丝金线勾勒苗边 灵口袖口袖着九天祥银纹 胸前一只浴火的凤凰寻序如生 踢肩上佛灵花开 下借着紫水晶的穗子 腰带上嵌着一圈珍珠 磕磕如豆般大小 衣袖上花纹图案复杂多变 绕着几圈蝉丝玛瑙 衣裙之上则是白鸟飞舞 头冠白金所至 像这三颗东海深处的明珠 婚礼当日 帝君携帝后 他七彩相依而来 穿过佛灵花海航之礼台 四竹里也想彻天际 四海八荒见证 擒天地之礼 自此 青秋白凤九便真真正正是 东华帝君的帝后了 而大礼结束 帝君竟直接抱起了帝后 带他离开 顺便轻飘飘留下一句话 诸位宴席尽兴 本君不胜九力 不做牌了 连宋 哲言等不禁互相看了看 不约而同脱口而出 呸 当真不要脸 东华帝君的婚礼虽然盛大 却不似九重天那次一连半了几天 第二日太成功管事崇林先官 并着帝君坐下四命新君 就把所有赶来赴燕的赶出了碧海苍林 借用东华后来告诉连宋的话来说 本君只是想隆重且有分量的 昭告八晃六和小白是我的帝后 都知道了还赖在别人家不走也太无耻了 嗯 还有东华帝君说别人无耻的时候 果然还是他最无耻 此后又是三年 东华和凤九每年几乎大半年都在青秋度过 一下一两个月待在太成功 又一两个月待在碧海苍林 不过今年倒是直接从青秋搬去了十里桃林 小狐狸崽子要出生了 在哲言身边更稳妥些 自从成了青秋女君的王夫 东华是彻底把他那点闲值都荒废了 除非有凡人非生 否则不要来烦他 一年续参加一次的朝会也给拒绝了 而且他发觉青秋的鱼比九重天的好吃 于是这三年做糖醋鱼进步不少 几万年做出来的鱼都像高级毒药 这三年做出来的鱼却能入口了 不过这也要归功于凤九女君 若非他手把手交了三年 帝君的糖醋鱼不知道还要摧残多少人 又是一年暮春 桃花漫天 东华在十里桃林的河桃旁同哲言下棋 与连颂相比 哲言的棋义高强不少 至少算与东华杀得有来有回 他赢五次 哲言能赢一次罢 我前两天关了一下天象 你家小狐狸崽子这两天就能出来了 东华落下椅子 是该出来了 这半年小白被他折腾的都是不好觉 哲言看他这副样子想到过去 感叹道 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还会有坐跌的一天 反而莫冤如今还是孤家寡人 当时他一少晚 哲言提起少晚 东华微跳眉啼了他一眼 哲言也识趣的闭了嘴 是啊 他从那只凤凰可比同他的关系近 这几年倒是有希望了 两人之间沉默了许久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